又有小朋友亡死 好 那又是延誤治療吗 我们知道现在各医院完全挤爆了 那这一次是新北这个 才六个月他的小婴儿 因为他翻白眼发高烧 所以呢来到了这个 林口长庚医院 户外挂急诊 他就是跟大家一起排队 结果等不到治疗 就杀手人寰 他妈妈爸爸说 这个血都还没有抽到 人就死了 好 那在更早之前呢 是在基隆这名妇人 因为这个确诊了 那么狂烧三天 打完点滴之后就被医院赶回家 主要还是因为说这个没有病床 那后来呢不幸身亡了之后 发现又卡关在一些行政流程上面 连火化一度都无法 那再更早呢 在新北中和这名两岁男童重症 也是延误送医 最后他死在制度下 所以我觉得娇媳美看一次就难过一次 但我觉得会不会一再重演 而政府赔得起吗 委员 这简直实在是香港之乱的翻版 香港前一段时间 的确是所有的脚乱 所有的医院的程序 所有的防疫的程序 因为人数太多 都已经是乱的天方夜谈的事故事都出来了 但是会发生在台湾 尤其是发生在小孩子 令人不能更难谅解 因为香港发生的都是那种七八十岁的老人 在发生方堂的事情 在台湾竟然发生在两三岁的小孩 所以我们只能说 这里面卫生署要负起很大很大的责任 因为医院基本上是卫生署在管的 也就是陈时中在管的 我不晓得陈时中在忙什么 还是在忙着准备选台北市长 所以比较没有心去把这些程序给弄好 第一个 最近这个刚刚不幸过世的这位小娃娃 她并没有确诊 她纯粹只是因为急诊室客满 她被医疗资源客满被排挤出来 因为好像现在动员所有的医疗资源 都是在应付目前突然间爆发的 这些新冠肺炎 所以其他的正常紧急的病症 却没有办法获得及时的医疗的救治 这个实在是第一不应该 第二个很荒唐 第三个医疗人员实在太辛苦了 医院也实在是 可是问题是作为一个卫生署 你看到国外的状况 人家你笑大陆 大陆方舱医院准备得很好啊 大陆把一般的这个确诊病例 跟非确诊病例做很清楚的分隔的处理 不会有说哎呀你要开刀的时候 对不起医院现在不开刀 这个你要紧急治疗的时候 对不起医院没空帮你紧急治疗 那所有的医护人员忙翻天了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啊 忙翻天台北市难道你不能台北市跟台北线 或者顶多就加个桃园吧 你不能从其他地方比较不紧急的地方调医护人员过来吗 你呢人家陈时中只会每天开个记者会 然后被人家骂你两句说你在脸销威 后来就很生气说你在污蔑官员 脸销威怎么会是污蔑官员 你怎么会这么在乎呢 可是你更应该在乎的是说 要去注意到哪个地方医疗资源不够 而不是说我推给柯文哲 我推个胡友宜 不是一天到晚再罚钱 说要罚300万 你只会罚钱你会干嘛 一条命300万嘛 所以我是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就要当做很严重的事情来看待 这个叫做破窗理论嘛 什么叫破窗理论 你政府在管理的时候 发现哪一个窗户被人丢了一块石头 你就要赶快把流程原因统统处理好嘛 不能再等到第二个石头带来丢破窗的后呢 你才发现问题大了嘛 那你现在第一个案例已经发生了 接二连三 你再告诉我们什么 你再告诉我们说你就是无能了 可是奇怪了 那一位成性人士要申请这个快筛的时候 你怎么那么快的批准 有些事情你很快 有些事情你很慢 我们始终不解 你轻重反击到底怎么区隔的 比如说高端疫苗 哇那么快就获准 那还没有获准钱就拨出去 哇你速度好快哦 你好厉害哦 那可是呢 现在很简单的一个医疗流程 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 你却调不到人力来处理 那你在干什么 你不是动不动全台湾售医院的闺女馆吗 好那你现在高雄比较问题比较不大 不是要把医疗资源调到北部来吗 那这个简单的工作你不做 你找医院院长来开会嘛 对不对 不然你找各县市卫生局长来开会嘛 那么你不是很会下达命令吗 很会罚人家钱吗 你就摆个官位出来嘛 大家都很怕你 你是最高指挥官 你是总统一人之下 比书贞张还大的人 你这一点怎么做不到呢 所以我是觉得不可思议啦 只证明一件事情 陈时中这个人 管理能力大有问题 前一段时间 说他的这个防疫做得多好 现在打开天窗说两话 那个根本就是狗屎运 因为台湾人比较喜欢戴口罩 那台湾人接受各种管理措施 那我们台湾人比较乖 境外隔绝因为台湾这个海岛 比较容易处理 所以有这种结果 可是现在你今年三月份 稍微境外开放以后 今年四月份疫情又大爆发了 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陈时中外行 第二个陈时中脸小微 第三个陈时中只会上电视 上周一扣节目去鬼扯而已 其他的没有一样会的 可是现在你知道吗 问题很多而且很乱 来看到在桃园也有这种状况 这个在桃园的魏小姐 她前两天身体不舒服 所以她去筛检站PCR采检 但是她后来就自己上了这个 健保快一通自己查码 告诉你PCR两次都是阴性 但是她觉得不对劲 因为她自己多次快筛都是阳性 所以直到到医院 然后医院还告诉她说 不好意思这个系统出错了 所以要更正 这两次的PCR都是阳性 所以换句话说是 健保快一通百乌龙 但是百乌龙是小 问题是她家人的命是大好不好 这个病毒已经传染给家中的其他人了 全家一共六个人确诊 所以这要算谁的 县长只能自认倒霉吗 坦白讲现在这个整个系统 其实一塌糊涂 那主要的关键就是说 过去是一个清零政策 那现在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大流行 一亿共存的政策 可是我们这个政策 都还在所谓的 所谓清零政策 所谓的这个行政负担 也非常的大 比如说这个 上一次在提到 那个综合两岁儿童的事情 你看她要这个到医院就诊 一定要这个打 打所谓119 然后一定要跟卫生人员 这个取得联系 然后派救务车来 结果她连自己要到这个医院都不行 自己叫计程车 自己开车都不行 也就是当时的SOP 就是这么限制 是 太严格了 所以死了这个小孩之后 才检查说这样不行 然后我们要让他们可以 自行到这个就医 可是这个自行就医的时候 如果是他没有车子怎么办呢 如果他没有车子 然后又叫不到防疫 现在防疫进程车也叫不到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怎么办呢 他自己又没有车 拿个进程车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他这个在大流行的时候 很多管制 并没有因应所谓 以疫共存的时候 做一些适度的调整 所以这个综合两岁的 这个蓝童这个事件 其实是 见证就是这个SOP 是过去那种 所谓清零政策 个案比较少 可以管制比较多 这个行政支援还很够的时候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他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